上海的疫情 其實我想指出的就是 現在真的到了所謂官逼民反的局面 大家都知道改革開放以來 由於中共政權大力改善經濟增長 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所以一般的老百姓都比較上是接受做信民 但你現在上海所發生的情況 就真的比較倒行逆施 即是違背了一般市民 一般比較怕事不理事不挑戰共產政權的市民的底線 即是你很簡單 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 臭小孩 他都不會罵共產黨的 算了 但你現在說疫情要將他 染疫的嬰兒的嬰兒 和他分開 那個嬰兒送去方艙 他又沒辦法見到他 沒辦法照顧到他 你說這個做媽媽的 會不會跟你拼命 他都做慣順暈的了 現在正正出現這樣的情況 大家都看到 這個市民在懷疑 要不需要這樣封城 第一個層次當然就是 要不需要封城 你看看別人外國 似乎都是跟病毒共存 有些專家都提出這個問題 當然立刻被封殺 第二個問題當然就是 你要封城 在戰術的層次 在執行的層次 封城 你也要保證老百姓的 基本的生活 尊重他們的權益 那不是 你吃又沒得吃 如果家裡有病人 又看不到病 想買藥又買不到 就把他困在家裡 有時困得很久 整個三、四個星期 精神可能有點不平衡 有點緊張 自然你又不承認 不承認有所謂精神問題這回事 總之困住你 剛才我說的官逼文返 最基本的現象就是 你那些大官落微 那些人罵了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上街表示親民 那些老百姓罵你 到上海督私抗疫的副總理 政治局委員孫春蘭 他就知道了 知道不能夠上街被人罵 上街被人罵 於是他就在天棚 就拍這些親民的電視片 宣傳片 那被人踢包 那當然就沒有臉了 也都令到老百姓覺得說 那你奉造假 我怎麼相信你呢 說到相信你也看到這個情況 現在的疫情已經蔓延到 杭州市 甚至北京 朝陽區 你地方官無論怎樣去保證 又說不用怕 冷靜 物資供應 沒有問題 但是一般市民根本不聽你 不相信你 主要是不相信你 個個都飛撲去超級市場搶購 令超級市場的貨架 真真正正清零 你說說到官逼文返 上海復旦大學是很明顯的例子 21日聽說 復旦大學的學生去示威、抗議 傳聞中央定性 是六四以來最重大的學生運動事件 要嚴查、嚴辦 你會看到最理想的、最精英的大學生 當然就是最勇敢地走出來抗議 但這種抗議都不是限於大學生 我們看到你在抗疫期間 很多樓宇一座座樓 你用鐵絲網封了它 有保安巡查 24小時守衛 居民很憤怒 經常跟保安或負責防疫基層幹部發生衝突 聽說市面上也經常出現一些反封城的標語 的的確確形成大家不信任政府 大家覺得政府跟他們的矛盾越來越深 政府沒有理他們死活 只顧自己威信 這種情況顯然反映過去以經濟成長 換取那種順民心態 在現在大家認清這個政權的本質 認為這個政權是指顧自己的面子 指顧自己的權威 沒有理會他們老百姓的基本生活 基本權益 因而出現 剛才我們說的 種種官逼民反的現象 雖然剛才我們說出現這種官逼民反的現象 但是我們看不到 一些任何反省的情況 我們看到最近 有一份六分鐘的視頻 四月之星 在網上廣傳 當然 發貼者大概都受到壓力 就關了貼 胡錫進又說 西方國家不關貼 就隨你亂說 不過西方國家的政府就不理你 你說都投訴、抱怨都沒有用 中國就不同了 中國一方面關貼 但一方面 政府會重視你的意見 好處理 會有反應 這樣說話 真是當市民糊 你真是當個個傻 你會聽見這些言論 難以想像 一些傳媒的重要人物 會這樣說話 其實大家都知道 西方民主國家 最重要的是人有選票 政府做得不好 選民可以趕政府下台 可以換個政府 你現在說 是不是政府聽到呢 我們都看到 似乎是變本加厲 沒有任何反省 首先就是 國家衛健委的專家組組長 梁萬年 清楚說 中國未具備放鬆防控條件 那就繼續 大家都知道 方艙醫院的設備很頑皮 基本上沒有醫療的設備 如果你被送到隔離 你自己帶齊東西 從廁紙、衛生巾 到食物、皮鋪、口罩 你自己準備好了 但是現在又說 因為疫情緊張 於是就說 要採取一個所謂 藤換礦容的行動 將方艙醫院 升級做定點醫院 即是不只是送你去隔離 你有病、有疫情 都送你去 因為它是放在正式的醫院 以前已經沒有醫療人員 沒有任何醫療的服務提供 現在怎樣做定點醫院 大家最關心的食物問題 聽說還沒有解決的跡象 原因很簡單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各地的貨運都遇到困難 貨車司機就首當其衝 很多貨車司機就抱怨 你駕駛車去到某個地方 有些地方政府討論政策 又要司機下車 又要司機隔離檢疫 14天 你說如果貨車是裝著新鮮的食物 肉食、蔬菜、水果 那就真的沒有了 司機對於貨運很有戒心 開工當然是不足 甚至可能停工 貨運不正常 那物資的供應問題又怎樣解決呢 大家市民那些最基本的糧食問題 又怎樣解決呢 當然我們都不敢說 你說物資供應不正常 那當然物價飛漲 我們看不到任何反省 我們看到胡錫進這類言論 我們看到繼續堅持動態清零 而大家關心的問題 醫療服務、糧食 依然得不到解決